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衛生防護中心今天就表示香港是新增7宗的確診個案 6宗是輸入性個案,1宗是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 下一則消息 香港有望大灣區建立新社區興建房屋 以解決香港一直以來的土地住屋不足的問題 而新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香港發展研究基金主席鄭耀堂就提到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已經回覆他們在兩會正式提案的建議 即是參照橫琴模式在大灣區鄰近香港地區 拔地給予香港興建新社區的建議 並且相信很快會有進展 鄭耀堂就今天在香港發展研究基金的調查發佈會上表示 最近收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回覆 指他們今年在兩會上的建議 由中央政府在大灣區鄰近的香港區域 拔地給香港建立新社區的建議 交給廣東省政府和港澳辦辦理 他相信中央和廣東省政府會著力研究方案及有關選址的事宜 另外香港發展研究基金近日也訪問接近一千名市民 當中接近九成半認為香港土地和住屋不足的嚴重問題 而大部分受訪者對特區政府於三年至五年內解決土地問題上不敢樂觀 而有七成人同意要求中央政府在大灣區內九個城市 拔地給予香港發展新社區 首選深圳中山及珠海等的城市 我一開始看到這一則新聞 我完全是滾大了一隻眼 老實說 想不到是真的發生了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叫做有人提出 然後有人建議 當時我都說過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老實說我自己都打過問號 會不會對我們這麼好 嘩 是吧 第二件事就是 嘩 在附近幾個城市的人 怎麼看我們 直到想中我們兩拳 所以我覺得爭議都挺大的 但是 現在已經確認了 是會撥地的了 然後 操作上 中央政府 會交給廣東省 和港澳辦 辦理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中央沒有理由 在選址這部分上 是不參與一腳 我不要說他是 絕對主導的 我覺得 起碼中央都要有參與 對吧 所以 如果已經交給廣東省 港澳辦 那是不是其實選址那部分 已經大體上決定了呢 我覺得 是咯 所以我這一點 和鄭耀堂先生的 估計 有一點不同 我自己的估計 是的 我的估計 的進展速度 似乎比鄭耀堂先生的 估計更加快 所以呢 可能很快是有進展的了 兩個項目之後 我們 去看看 有哪一道有機會 那固子然 這裡是香港 之前吹醉行的那陣風 就是這個 地圖上叫貴山鎮的 貴山島 那這裡屬於珠海 就說 怎樣走水路 直踩過去中心 那樣 會不會在這裏搭條橋 我也不知道 然後 這個是一開始的方案 很久以前 葉劉淑儀議員都研究過 那這裡屬於珠海 而另一個呢 我覺得 如果香港向西邊撥 這裏應該屬於深圳 那這裏給我們 我們都不太現實 因為這裏的 全部開發都不多 塔門那些都在這裏 神經病 這些塔門 這些 郊區中的郊區 那我覺得 不是很現實 比這裏 和距離又更加遠 另一邊呢 又回來香港 就是深圳 深圳 在上面呢 南山區 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屬於深圳 那是不是這個位置 駁過來 而這個位置 如果給我們呢 它走水路 是能夠很快去到 香港機場 那如果 下一些本 同時連接這一邊 加連接 南山區 南山區 就直接連接了 深圳的深藏 或者一個重點 不要說深藏 連接了一個重點 那這個價值呢 當堂飆升 我估計是 這個是我自己 小小的估計 那當然啦 最後兩個結果 一 深圳這裏有沒有可能呢 那深圳自己 又想不想 哈哈 第二 那貴山島呢 在珠海那邊 那大家 比較在深圳 和珠海 僅存的地呢 那珠海當然 擁有的地 比較多 可能會 舒服一點 比 或者租過 跪山島的地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最大機會 是跪山島 但是深圳這一塊 不是不可能 我自己 隨便估計一下 向西面呢 不是很現實 那這些 我自己的看法 在下一則的消息 環球時報總編輯 胡錫進先生 就發文說到 根據星島日報報道 香港激進人士 黃之鋒 在社交媒體上 就貼出一張 老胡送子女 去加拿大的照片 同時就發作一篇題為 做個勇敢中國人 一起舉報胡錫進的配物 他還宣稱 老胡安排孩子移民加拿大 說親身示範 什麼叫做 身在曹刑心在看 他還呼籲網民 一起通知加拿大政府 胡錫進的兒子 可能已經在加拿大 而老胡已經闢過搖 我只有一個兒女 在北京工作 網上近來又流傳 所謂老胡送子女 去加拿大的照片 我未再理會 結果越炒越熱 黃之鋒也有餘獲自保 加了入例 今天胡錫進先生說 再回應一次 這一張照片 是我和兩名環球時報同事 在2018年2月 一起出差加拿大 回國之前 在多倫多機場所拍的 我當時還發了一個微博 帶上這一張照片 圖中的這個帥哥 是環球時報 英文版的記者 他叫做楊星 我也在下面 另外配一張 他在香港動蕩期間 去到香港採訪的工作照片 和黃之鋒這樣的人 甘願為謠言 搖其勒哭 是因為他們想實現的安裝目的 機不擇食 而且他們或者是低字 缺少起輿論場上 不被當作傻仔去玩的 起碼的警覺和判斷力 又或者是太壞了 謠言什麼著 能夠當工具用就行了 正所謂利寧自訓 我在此想和黃之鋒說 小兄弟 你有點飄 時勢的一個浪頭 將你偶然推上雲端 但是實際上你很單薄 你對什麼是真正的道義 缺少由生活月曆支持的領悟 你用起圈蛙上的輕浮 對抗國家和民族大義的口寵 你顯然需要學習如何負責 公正地使用自己突然獲得的影響力 我不知道我應不應該去香港法院 告你誹謗 你說呢 此情此刻 我真是很想問一下那些黃之鋒的支持者們 你們怎樣看待黃之鋒這次的發問呢 你有沒有跟著他的呼籲 一起去舉報石鋒先生呢 又或者這樣說 你有沒有想過 黃之鋒為什麼會發這一段的post呢 他是不是假設他的支持者都是弱 不是 他的支持者是低致的 對了 是什麼都會相信的 沒有腦偷偷作故事 不要緊 我的支持者信 Yes 哇 這個就是黃之鋒了 手足呀手足 你去舉報了沒有 還是或者 你一開始就覺得 黃之鋒就是當你是傻仔 然後你還要配合他 明知他是假的 齊齊作這個謠言呢 我好想知道其實你是怎樣想的 告訴我 最後 如果胡錫進先生 有空來到香港 就去告他 不要等了 好了 今天在下一則的消息 算是一則小八卦 台北就有一間請流亡香港青年的餐廳 即是黃師手足 星期五突然間就被一名男子闖入店內 向店員和餐廳櫃櫃等地方 潑 雞 屎 沒錯 雞睡 隨後迅速逃離 這個餐廳向警方報案 追查潑睡者行蹤 這個餐廳隨後還發布停業公告 將於星期五到六暫時停業 今天在他們的FACEBOOK 片上可以見到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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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是不是因為有請黃絲手足而這樣對待他呢? 我自己沒有證據的 假設是的話 假設是的話 就可以看到那些本地居民有多喜歡他們 熱愛他們 儘管放下這個政治立場 就當某人而已 老實說,你去旅行 當然是對你客客氣氣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突然間去到當地 跟別人爭飯碗的時候 你猜他會怎樣做 這種行為老實說 又不像是那些黑社會的行為 更加像是那種敵對店 你突然間走出來 我就是想你消失 的這種行為 大家覺得是對不對? 好了,去到影片最後部分 跟大家看一下觀眾留言 整體上是回應同一類問題的觀眾留言 之前的一條影片就說起 看了黃秋生拍了一些短片 說他撿屋離開香港等等的事情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有些觀眾留言說 大家都知道 忠於改朝換代 但總有人忠於自己的意識形態 人家用一生的成就做代價去堅持 現在都拍短片 默認要敗走 你這個垃圾還要落井下石 抽水土流量 這是其中一個 有些就說 你這個時候 還去嘲諷別人 不應該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首先 確實 我是去嘲諷他 都有 落不落井下石 我又沒有走去現場 踩他兩腳 那 我又覺得不算 不過不執著一些字眼 我覺得是要故意指出來的 是啊 我也都覺得 他講的一些是荒謬的 他就算是拍這條短片 說什麼默認要敗走 他都在滲意識的 我是指出來的 他這種想法是荒謬的 這個就是我的想法 第二 我為什麼要嘲諷他 我不覺得我這個行為是有錯的 原因是為什麼 當他一開始的時候 去支持那些人 拿著燃燒彈 跟你說 火魔法來的 違法達義 去燒 當他支持那些人 拿著把刀去捅人的時候 當他支持那些人 拿著鐵桶去飛的時候 他有沒有幫忙煽動 他有沒有運用他的影響力 去煽動這個事情 他當時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又有沒有想過 他應不應該 去見上帝 你跟我說 你默認要敗走 如果你做這些事情 你試試在西方國家 你就好像劈肉一樣 那個國家執法完成 這個恐怖分子解決了 你看看是不是這樣 不要聽說 現在你還可以敗走 你不是說這裡是極權的嗎 那就應該一槍白了你 為什麼你可以走 光明正大走 你立場鮮明 又有影響力 當初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沒有想過你有什麼下場嗎 這個時候你跟我說 什麼法治 當初你們在做那些事情的時候 在做什麼 跟我說法治 當初你們違法達義 挺好聽的言論 我們為什麼要忍受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是守法治的市民 在黑暴期間 甚至有人鼓吹怎麼組織一些團隊 所以用暴力的方式去橫擊這些黃絲 我其中都是一個反對這種聲音的人 因為外國就是想我們暴力對暴力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這麼艱難的任務交給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在2019年 做一些超出警察做的職能 我們作為市民要記住 更加要記住那些受傷的警察市民 他們是源於這些有影響力的人 鼓吹那些傻仔 出來做那些所謂違法達義 實際上是恐怖分子的行為 我並不覺得這一種人 是死得足惜的 我覺得這一種人是死不足惜的 不過我守法治 我不會拿個燃燒彈跟你說我玩火魔法 我不會跟你說我拿著把刀捅你的頸的時候 是違法達義 我充其量嘲諷一下你 讓大家認清楚 反中亂港可以離開 就是這樣 好了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睇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